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兄弟联10分钟加系列课程的时间 我是威哥 威哥在手 天下我有 大家好 我是小白 好 那么今天呢是我们的这个加系列课程的第11讲 在这一讲里面呢 我们来一起探讨一下这个变量这个概念 OK 好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课程大纲 这里呢我给大家列出来两个小点 第一个是大家理解一下什么是变量 第二个呢是在我们程序里面变量是有怎么去分类 OK 好 威哥 你给解释一下什么是变量 好 那我们第一个问题 什么是变量 我们来看一下 实际上这个变量呢是由这个数学这个名词上来的 是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概念里面 这个变数或者是叫变量 都是我们说的是变量是吧 也是变数的意思 指的是没有固定的值 然后可以改变的这个数 那个变量呢是以这个非数字的符号呢来进行表达的 然后一般呢用这个叫拉丁字母就是字母就是我们说的英文字母吧 然后变量是常数的一个 相反 这常数就是我们说的是固定的值吧 对不对 变量就是不固定的嘛 然后变量是用于处在于一般化描述指定的这个一个方式 维哥 维哥你这有点太跟那个焦点访谈有点太官方了 要不你给我举两个通俗易懂的苍老师的例子 这我也理解不上去 好吧 看过苍老师电影吗 看过从小就看苍老师的动作片 哎呀这个啊这个从小就开始看啊 啊那你这个就看了这个这个这个应该急速很很多呀是吧 那怎么是很多呢 那是相当多呀 呵呵呵看来你这个啊也这个这个 注意身体注意身体 哈哈年少 OK好那么从你这个看了这个啊 苍老师电影这个急速来看是吧 随着你这个年龄的这个呃不断变化是吧 从小就开始看是吧 啊那也就是说你这个急速是一直在在变的是吧 啊越来越多 对越来越多看了越来越多是吧 啊那对于这个急速这个啊就我们就可以看作是一个变量 哦 然后他的这个值呢是一直在增加的哦 明白了吧 哎这对这就是一个变量哎再比如说这个啊 我们的这个啊 这个这个伟大的苍老师是吧 啊这个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是吧 哎这他的年龄啊就像我们的大家的年龄一样啊啊 啊也会每年都会增长是吧 都会增加那年龄呢也是一个呃 呃变量是吧哎 你说变量的这个这个年龄的增长 这个这个唱是这个电影也这个拍了越来越少了是吧 啊对对对对对对 我这么说有点理解嗯哎 哎卫哥啊你如果刚上大学那个时候没有女朋友啊啊这个时候我的状态是无啊对吧啊然后我们那个企业创创业班有一个有一个美女啊嗯我追他追了一年嗯一年之后谈恋爱了这个时候我的状态是有啊你说这个这个女朋友的状态是吧啊对对对对对对是有是吧对对对对对大学毕业我就给他踹了哎呀你这个小伙 太不厚道啊没没没那个时候我的状态是不无啊又变成了无哎对对对对对对啊前几天我家隔壁搬了一个女的啊真的特别特别漂亮啊嗯我我现在正在打基础准备追啊哎呀等我追上的时候啊这个状态是又变成有了啊那我这个状态是不是就可以用一个变量来来表示啊哎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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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啊非常这个这个这个醒醒目啊一点就通啊哎卫哥嗯小的时候那个我玩那个街霸呢最大 啊玩过吗哎玩过小红人中国妞那个游戏哎对对对对对他们那个血槽啊就打一拳你减点血打一打一拳就减点血那个血槽是不是也是一个变量啊哎对对对就打游戏那个血槽你根据这个被被打中了就血就会减是吧或者说你或者说哎当然这个没有什么可吃的啊这这血不会增是吧你就在减哎这个也是可以用一个变量来去表示哦明白了明白了哎这就是变量的一个概念啊那从这个 上面去理解的话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计算机里面是如何对这个变量进行解释的我们看一下这个概念啊一来看一下好呃呃呃呃变量呢是这个啊系统啊我们说的超系统啊为这个程序分配的一块这个呃内存单元啊一块内存单元啊那么用来存储这个各种数据啊类型的数据啊各种不同数类型的数据啊 那根据所存储的数据类型的不同那么呢呃呃有各种不同类型的这个这个变量啊就变量就不一样了是吧类型不一样变量的就不一样啊OK那么这个变量名呢哎每个变量都有一个变量名哎来代表这块内存中的数据也就是说这个变量名是跟这个内存中的数据是对应起来的对应起来的哎对对对对对对应起来的 哎魏哥嗯那你说就刚才我们说那个游戏那个写槽啊啊那个写槽是不是就相当于一块内存啊哎对对对对对然后他里边就比如如果说满写的话存的是100这个数字是吧哎然后他这个类型就是一个数值类型呢哎对100表示一个数值可以啊嗯然后他这个血量嗯就变量名是不是就叫血量啊啊对就是你这个血槽里面的血量的多少是吧就可以叫血量来作为变量名是吧哦哎然后然后我再通过这个 血量啊血量的加减来控制血槽里面血的变化哎对对对对对也就是说通过变量名来控制内存里面数据的变化哎对对对可以这么理解啊可以这么理解啊我是真聪明啊哈哈哈哈你吹嘛你就哈哈哈哈我很低调哎OK好那理解的非常透彻啊啊啊就是能够能够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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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跟这个实际相相结合啊嗯OK好那个 呃呃我们的变量这个概念呢就就是啊就是这样去理解就可以了嗯那我们在这个计算机里面呢这个变量理解完变量以后这变量有哪些分类是吧我们来简单看一下OK变量的分类嗯呃这个变量的分类呢我们可以按两种不同的方式啊去区分啊去划分啊如果是按照类型去划分的话就变量的类型啊明白了吗按照两种对划分 对按照两种方式去划分啊第一种如果是按照这个数据类型去划分的话那么呢我们就可以分为这个基本数据类型的变量跟引用数据类型的变量哦哎那么这两个变量呢现在可能大家只是在建立一个名词上的一个概念哦对吧后面一节我们马上就要给大家去讲这个基本数据类型变量都有哪些哦OK好吧引用类型变量呢我们会在后续的这个啊面向对象 啊这一块啊这个这个课程里面呢来给大家去讲解哦引用类型啊现在呢大家只要建立这样一个概念是吧按这种类型划分就两种基本类型变量跟引用类型变量哦好吧按类型哎对按类型的去划分那么如果是按照声明的位置去划分哦还有声明的位置就是说你这个变量写在哪里哦对吧这变量在哪里出现在哪里去进行呃你的代码写写在哪个位置上就按照位置来来划分是吧按照位置来划分呢又可以 按两种方式又两种对又两两种啊对啊呃那么可以分为呢局部变量跟成员变量局部对那局部是怎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说方法或者语句块内部定义的变量就叫局部变量我们在方法内部定义的哦比如说哎之前我们写的哈罗沃的对吧哈罗沃的那个man方法里面如果是要定义变量的话哎那这个变量就属于什么局部局部变量哎对对对就这个意思啊 啊就属于局部变量了那如果是成员变量的话嗯就刚好相反如果是在这个方法的外面嗯定义是吧这个方法的外面是在哪呢就是我们在定义类的里边类的里面方法的外面就等于类的里边吧嗯是吧类呃这个里边来定义就不是在方法里面嗯啊这样来定义那这样的变量呢我们就可以叫这个呃成员变量了成员变量对就成员这是按照位置来进行划分 哦好吧刚才我们第一个是按照那个类型来划分第一个是类型对分为两种哦然后两种对按照二种对二种哈哈二啊然后按照这个位置来划分位置又二种又是二种哎对对对这个意思哎现在沙拉星有这样一个区分一个建立起这样一个概念好吧后面我们再去哎给大家具体讲到讲到具体演示代码的时候呢哎大家就会比较清楚了哦OK到时候我们还会再去强调这个概念 现在先建立这样一个呃一个一个名词上的一个印象先有印象反正一共好几个二种是吧对对对对对就可以了这个能记住哎哈哈这个能记住OK好呃OK那我们这个变量呢就先讨论到这里好好吧好OK谢谢大家威哥在手天下我有下节再见